以色列与哈马斯持续交火 各自的靠山 美国与伊朗也在交锋 五角大厦宣布 美国再度派战机攻击叙利亚东部 一处军火库 过去一个月 驻叙利亚和伊拉克美军基地 几乎天天遭攻击 但美国措辞谨慎 不说这是空袭 是精准自卫打击 避免局势进一步升温 而美国政坛也因为中东动荡 隔阂加深 民主党巴勒斯坦议众议员特莱布 近期因为指控拜登支持 种族灭绝巴勒斯坦人 众议院针对谴责案进行投票 最后以234票 对188票通过 投票前特莱布主张批评以色列政府并非反犹太主义 白宫也表态说特莱布高喊从河流到大海这句争议口号容易被认为支持反犹太主义 美国各地要求停火升浪不断 现在公开挺巴勒斯坦的众议员 反遭国会表决谴责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